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用南瓜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做法 用南瓜给大家做一道南瓜饼 做出来软肉Q弹 非常的好吃 既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做主食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边新鲜的南瓜 然后用一个勺子 将里面的瓜郎去掉不要 再准备一个瓜皮器 将南瓜的外皮刮去不要 因为南瓜的外皮非常的硬 如果不刮去的话 会影响它的口感 不接着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 将南瓜刮成这样就可以了 刮去外皮之后 再用刀从中间切开 将南瓜切成三大块 再用刀将南瓜切成片 尽量将南瓜切成薄一点的片 这样我们在蒸的时候 更加容易蒸熟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冷水上锅直接放到蒸屉里面 扣上盖子上去开大火蒸2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 用一个防烫夹 将南瓜夹出来 夹出来之后将南瓜倒入另一个大碗中 然后加入两勺糯米粉 糯米粉我们要少量多次加入 加入一勺木薯粉 少许的白糖 然后下手将南瓜搅成泥 将南瓜抓拌成面絮状 抓拌成面絮状之后 再加入一勺糯米粉 再继续抓拌均匀 将它抓拌成面絮状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特别的粘手 所以还需要加入糯米粉 再加入一勺糯米粉 再用手将它抓拌均匀 将它抓拌成没有那么粘手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瓜泥越来越干了 然后下手将南瓜泥揉成面团 最后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我们取一小块面团 给它搓圆 将它搓成这样就可以了 搓圆之后 再用一根牙签 竖着压一下 横着压一下 再竖着压一下 再竖着压一下 再横着压一下 将它压成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放入碗中 没看清楚的朋友 我们再来一次 取一小块面团 将它搓圆 将它搓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根牙签 将它竖着压一下 横着压一下 再横着压一下 用牙签压出它的纹路 再次竖着压一下 将它压成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压好之后 将它放入盘子中 三个小块面团 放入盘子中 再三个小块面团 放入盘子中 放入盘子中 口水中 监制层像 整个大小块面团 放入盘子中 大小块面团 放入盘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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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再用芹菜梗将它装饰一下 这样一个美美的小南瓜就做出来了 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全部弄好之后 起锅烧水 将南瓜饼放到蒸屉里面 再抠上盖子 开中小火蒸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我们用一个防烫夹 将南瓜饼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放到案板上 一道非常好吃的南瓜饼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你一看就会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也特别的香 这样做出来的南瓜饼 软弱香甜 还非常的Q糖 它的颜值也相当的高 这样做出来的南瓜饼 既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零食 最重要的一点 它还不上火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和关注吧 谢谢大家